虽然我们早就有了一部性别工作平等法 但是很多企业在征人的时候 还是会钻漏洞设下种种的限制 我们继续来看看以下的报道 打开报纸的求职版 各式各样的工作就印在上面 有的要找厨房欧巴桑 有的要找女性清洁工 还有雇主在找男性的货运驾驶员 但要小心 这些有性别涉陷的征人用语 已经涉及性别歧视 可能已经违反性别工作平等法 很多军警行业或是保全业等等 他们就会觉得说 传统上认为说比较体力工的部分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女性的参与比较不行 佑保老师 眉发小妹 他们都是女性 那甚至是说打扫的 我们身边的那些阿姨上门 这些也都是女性 根据性别工作平等法第七条的规定 雇主对受雇者的招募 真是禁用分发等等 是不可以因为性别或性侵向 而有差别的待遇 但事实上在台湾 不只性别设限 就连男女的起薪也大不同 根据主寄处的调查来看 96年 男性平均薪资是48903元 女性是39,032元 到了99年 男性的平均薪资是48,898元 女性为39,176元 四年下来 女性薪资占男性薪资比喻值上升了0.3% 改善的情形相当缓慢 2005年我们也签订了SEDO 就消除一切对女性的歧视的公约 事实上我们看到 整个台湾社会在为消弭歧视 做的努力 但是今天我们就看到 事实性别的实质平等 还是在一个不文明的状态 民间团体认为 目前这些反性别歧视的条文与法令 只能很机械式的要求雇主不能违反 但事实上 很多雇主还是会用很多实质的名目 去逃避法律的规范 他们呼吁政府除了加强劳动检查并开罚外 也应该从更细部的角度去观察职场 才能逐渐改善良心的工作平等权 记者文雅与张国良台会报道 谢谢大家